大家好,昨天中印双方举行了指挥级的会谈 总指挥级别的会谈,就更高级别的会谈 那这个会谈9月9号周三是举行了 是类似于旅长级的会谈 双方同意举行兵团司令级别的会谈 但会谈的日期方式和议程尚未敲定 11号上午11点,9月9号上午11点到下午3点 在秋树举行了旅长级的会谈 那印度方面说,尽管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在雷赞拉高地附近对峙 但是中印两国军队仍继续沟通 周一晚上,中国士兵试图越过拉达克东部实际控制线 逼近印度阵地 实控中 向空中开火 印度军队今天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然违反协议 进行侵略性演习 印度军队周二在一份详细的声明中表示 中国军队昨日试图逼近我们在实际控制线沿线的一个阵地 在自己的部队劝阻下 解放军向空中发射了几发子弹 试图进行恐吓 印度军方说 解放军公然违反协议 并进行侵略性演习 与此同时 双方在军事外交和政治层面的接触正在进行 在印度 印军方面 发表上述声明之前 中国方面称 印军周一非法越过 帮公措附近的实际控制线 相应的中国军队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以稳定局势 声明说尽管发生这种挑衅 印度军队仍然保持了极大克制表现出了负责任态度 印度军队致力于维护和平与安宁 然而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 保护国家完整和主权 印度现在控制了帮公湖南岸的战略要地 占据了中国的侧翼 他挫败了中国军队 试图越境进入拉达克 丘术尔附近 帮公措南岸 附近印度地区的企图 文章还称 由于中国军队包括在菲格尔地区 首指地区 巴公湖北岸 加勒万河谷 温泉 孔陵纳勒在内的多个地区越界行为 印度和中国从4月到5月一直处于僵持状态 这是中印边境局势 现在中印总指挥级的谈判 现在正在进行 谈判是无果 现在我得到消息是谈判无果 那也就是说中印双方在这个谈判的时候 其实啊 双方都是有一定的目的的 你从这个谈判无果你可以看 就双方履级 根本不可能决定什么 决定整个态势 要听更高一层级的 但是更高一层级的会谈 现在时间还没有定 那你现在履级 他第一 他不能丢领土 那印度有往前部署 中国履级官员 那只能是什么 应对 上级没命令撤退 你撤 那回去不杀头吗 所以他一定 他就有什么相应的应对 那双方在这个地区就一定还会 告诉你还会加剧 上面没有下命令 下本必须把这领土守住 怎么守住 想尽一切办法守住 这就是军令 所以最后双方解决还得高层会议 但是现在没有定 所以我现在不看好 我不看好高层会议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长期来说还是对峙 所以这会谈就没有结果 消息人说 印度有很多消息人士也指出 中国军队在北部飞格四地区 开始了新的建设 新的部署 那解放军部署有所增加 周二晚间以来 解放军在飞格地区的部署 我昨天给大家报了 解放军增兵了 在飞格四增兵一倍 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物资后勤 物资还有后勤补给 就是可能有第一兵员补充 第二呢 带了一些粮食弹药 双方部队在近距离接触 一位政府的消息人是说 他们在清晰可见的范围内 印度军队正密切关注他们的活动 周二大约有40到50名士兵 手持长矛枪支和锋利的武器 抵达了距离拉达克东部热赃拉 以北印度军队阵地几米远的地方 解放军试图尝试将印度军队驱逐出阵地 印度政府的消息人是周一证实 中国军队于9月7号 在时空线发生对峙开枪 这是两国边境数十年来首次鸣枪 这就是现在整个印度媒体 对中印边境地区一个大致的报道 印度斯坦时报周三也报道 在中国外交部希望中国军队 从拉达克对峙中返回塑营地的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表现出 这种后退的迹象 解放军在班公湖有争议的菲格斯增加了兵力 这是我昨天说的 你从这个所有的情况来看 就是现在我得到印度媒体相关的一些 对边境地区的这个情况你可以看 上层特别中印双方的这个领导 就是军队的高层并没有让 并没有有意想要这个地区缓和 咱们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都不要骗人 下边的这个旅长他能决定吗 旅长他的接到命令是让他把这个地区守住 但是双方又不断在这里增兵加压 那怎么办 印军也要增兵 中国呢旅长一定也要增兵 别把我这个地方丢了 回去要杀头的 就是首先得要上边 旅长以上的第一军区 第二呢整个国防部 中印的国防部都要同意撤军 才能什么 才能把这个地区缓和下来 所以我觉得旅长级会谈几乎没有意义 只能是在一地这个边境地区 探讨一些战术上的啊 比如说双方的行动啊 一些规则 但是你不能缓和整个局势 你得明白这个 还是中印双方 从战略上有一种要对抗的趋势